明星怕什么?陆寒恐高,王俊凯怕虫子,赵丽颖的跟大多数人一样。 恐惧症这个词大家应该都不是很陌生吧?世人都会有点害怕的东西,当然明星也不例外他们也有害怕的东西,不过他们害怕的是什么呢? 那么今天就来来来818明星们害怕什么东西吧。 陆寒,看过跑男的人都知道陆寒有着恐高症。 陆寒一直有严重的居高症,先前曾自豪,从没坐过过山车,云霄飞车,平时坐电梯都会紧张,更别提坐飞机。 陆寒,一直以来以爽浪帅气形象是人的陆寒,竟然也有怕的东西,而且还不止一样。 陆寒是怕蟑螂,还怕气球会爆。 最害怕的三样东西,还有一样就是香菜,不过作为饮食习惯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,不喜欢香菜超级正常。 每次吃火锅,我们大凡凡都熬特意标注不要香菜的。 王俊凯,在看高能少年团的时候,小鱼就注意到了,王俊凯怕虫子。 这个狗成了节目中的一大笑点。 起因是在车里,王俊凯一不小心暴露了怕虫的弱点,我最怕虫了,我会疯,刚好被杨迪听见了,当时杨迪就放言说会抓虫吓他。 张艺兴,大家都知道张艺兴有件嘴恐惧症,面对鸽子,鸡都是瑟瑟发抖,在鸡年上春晚,被网友调侃开心的像个不怕鸡的孩子。 韩雪,在某节目中,韩雪也暴露了青蛙恐惧症。 节目中还站在洞口的时候韩雪已经气不成声,尽管队员们一直在努力安慰,但将青蛙视作童年阴影的她还是始终不能接受,很多人都有最怕的东西,有的人是蛇有的人是蜘蛛,对我来说就是青蛙。 贝尔希望她能直面恐惧,跨越自己的障碍,但韩雪还是止不住眼泪,别让我吃它。 孙艳兹,孙艳兹的恐惧症就更冷门了,她害怕指香一类的容器。 这源于很多年前孙艳兹的朋友开了一个玩笑,当时她被放到行李箱中,还在地上拖拽了一下,没想到短短三秒钟的时间就给孙艳兹留下了一辈子的心理阴影。 从此看到小色子类的东西都会恐惧。 林俊杰 不过最难让人理解的就是林俊杰了,要说林俊杰害怕的东西,那就是名副其实的奇葩恐惧症。 害怕番茄,因为她觉得西红柿有腥味和铁锈味,接触到都会失声尖叫。 就连切出来时会见初支竟然也能成为害怕的原因,可以说怕的非常有个性了。 赵丽莹,赵丽莹怕不放假。 的确,银宝为了拍戏确实是非常辛苦,一年只休息了三天,难怪在面对媒体的时候吐露心计,自己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了。 相信大多数人跟英宝一样都害怕不放假,因为不放假就要不停的工作,小编也害怕不放假,多么希望能天天放假啊哦,哦哈哈。